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深圳方面也是一样 上涨超过1.5%以上 也是达到了10860点 距离11000点的关键价格目前也是非常的近 那么在欧美方面走势就没有像上海这么突出 英法德三个国家整体来说依然有轻微下跌 幅度比较小 在0.2之内 那么美国三大指数在昨天晚上非常的奇怪 昨天晚上美指是美国方面发布了最新 非制造业也就是服务业的PMI指数 这个指数是低于预期的差 但是美股却因此而再一次的受益上涨 换句话说 正是由于这个经济数据不及预期 使得9月份加息的可能性进一步的被降低 如此来的话 美国股市也因此获利 从原先的下跌到最后数字出来之后 出现了轻微的上涨 涨幅虽然不大 但是有0.5%左右 这样也使得纳斯达克在昨天晚上 再一次创出了今年的历史最高价 那在其他产品方面 油价昨天有小幅的上升 但是黄金价格则出现了超过20美元以上的大涨 黄金价格昨天由于美元指数的下跌 曾经一度是暴涨超过了24美元 最后收盘是收在了大约是1360 接近于1370附近 虽然现在有所回调 但是黄金现在一路过去24小时的走势 非常的强盛 接着今天的这个热门话题 我们重点来说一下的呢 就是昨天下午两点半 澳洲央行这个利率说明 以及呢 现在昨天晚上 美国的服务业PMI数据的解读 我们现在都知道 对于澳洲的投资者来说 现在每个月澳洲开一次会的这个结果 在昨天下午最近8月份的会议呢 应该说是9月份的会议 在昨天下午呢 并没有再次降息 那虽然我们知道这没有降息呢 其实因为在8月份刚降过一次 因此9月份降息的可能性是非常之低 所以我们大家更加关心的是 他随后发布的这个声明里面 到底是说了一些什么 我给大家简单总结了一下呢 关键是说到了一下几点 第一 目前呢 世界上的发达国家 有经济复苏的迹象 其中这儿呢 主要指的就是欧洲和日本 第二呢 一些发展中国家 目前的经济情况呢 变得更加严峻 之后随之而来呢 提到了中国 虽然中国的经济政策 特别是经济刺激政策 正在不断的出台 但是呢 现在经济增长 放缓的这个迹象 依然是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那由于我们知道呢 澳洲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中国是澳洲第一大贸易伙伴 因此中国经济的好坏 将会直接影响到澳洲本土经济 所以呢 每一次 中国的经济都会被单独提出来说 那么第二点呢 说到了澳洲本地 由于现在呢 我们知道这个矿产和资源价格 从今年年初开始呢 出现了比较大的反弹 因此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呢 帮助了澳洲的股市 以及帮助了澳洲经济有所回升 但是目前呢 依然是这个劳动力成本 以及物价呢 依然上不去 这个物价上不去呢 主要是由于通胀数据 更大原因呢 是由于石油价格下跌 以及呢 全球的物价 一直上不去所导致的 那么在第三点的时候呢 也说到了现在呢 澳洲的这个利率相当的低 对于那些想要借钱 或者是贷款的投资者来说呢 目前的融资成本是非常的合适 但同时也说到 由于现在澳元价格 依然是偏高 因此呢 澳元价格呢 目前如果继续上涨 将会给经济呢 带来负面的作用 那我们知道澳洲央行之前 给出的澳元的合理范围呢 是在对于美元 是在0.70至0.75的位置 因此在0.75以上 如果长期保持甚至于连续上涨 对于这个澳联储来说 那么就会加大他们进一步 动手降低利率的可能性 最后呢 也是说到了房价问题 或者说是这个房地产的危机 说到呢 澳洲虽然现在呢 从今年4月份开始是限制了 境外投资者购买投资房 但是呢 由于在2006年底 到2007年这段时间 将会有大量的公寓 到市场上节顶 因此在那个时候呢 会有大量的房屋进行交割 预计呢 会在短期内 对于房地产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 那接着我们再来 刚才看完了澳洲 再来说一下 昨天晚上美国那个事 我们看到呢 昨天晚上呢 美国再次发布了 它的另一个经济数据 是非制造业的PMI 简称呢 就是服务业的PMI指数 这个指数呢 依然是低于预期的55 昨天出来的数据呢 仅仅比50好了一点 只有51.2 所以呢 这个最新数据 也是显示了 美国服务业在8月份呢 是继续有轻微的萎缩 大幅呢 是不举预期 这样一来的话呢 那么过去三个 重要连续出台的数据 包括了美国大飞农数据 制造业PMI 以及现在的服务业PMI 三个数字 都不及预期 这样一来的话呢 也就是使得市场 对于美国9月份 立刻动手加息的可能性 或者是预判 正在不断地下跌 那随着这个预期的下降 那也直接呢 极现在了相关产品的价格之上 我们看到呢 美元昨天就经历了一个大跌 那直接呢 这是带动了 像黄金 石油 以及非美货币等等 这些以美元作为坐标的 参考产品的价格上涨 那像澳元这类的商品货币呢 第一是随着美元下跌 第二商品价格上涨 它更是犹如火线般的上涨超过了100多个点 那现在呢 仅仅距离美联储8月份的会议呢 仅仅不到两周时间 市场的态度呢 变化如此之快 那就犹如呢 是6月的天 孩子的脸 美元呢 从两周之前扭气哄哄 到现在呢 是再一次下跌 几乎呢 又是回到了美联储在8月份的会议 开会之前的价格 那其实这只能怪呢 美联储自己命不好 每一次 他们一旦放出了要加息的风声 这随后来的数据 或者是经济数据呢 就会非常奇怪的 非常诡异的连续之差 这也是说是非常的拆台啊 一点都不客气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单个产品的情况 首先来看一下澳洲股市 澳洲指数呢 在今天早上呢 一度出现了大幅上涨 曾经冲上了5440的关键线 但是好景不长 没有保持超过一小时 就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下跌 不能说是下跌吧 应该说是回调 目前呢 依然是维持在 大约是在5420点附近 依然是在一小时的通道线以下 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们只有等它再一次 冲上一小时通道线之后 也就是说再一次上了5440点 我们再考虑挂单买入 那如果你相对于保守一些 可以再往上看 可以再看到8月29号的底价 大约是在5455的价格呢 挂单买入 挂单上涨 那在卖出方面呢 我们可以考虑的挂单范围 可以设定在5400点跌破之后 设在5395的价格 挂单卖出 保守一些 则再往下挂 挂到5377的价格 挂单卖出 再来看一下澳元对美元 澳美呢 在昨天晚上我们知道呢 由于美国的出台的 这个服务业数据是低于预期 使得呢 澳元连续出现了三级跳的大涨 冲上了7620之后 一路狂奔 几乎是达到了0.77 目前呢 也是 从总体上来看 澳元线呢 是踩着日线级别的通道线 是步步上上升 上方目前距离最近的阻力线 大约是在0.7750和0.7820附近 因此 我们今天可以参考的策略呢 激进一些 可以在0.7650的价格呢 挂单买入 那保守一些呢 则要需要在0.77550的价格 再次挂单买入 卖出单的价格呢 激进的上 激进式买出 设定在7650卖出 保守式的卖出呢 则再往下 设定在7602的价格 再去买出 再来看一下石油方面 我们知道美国油呢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几乎来说 上下波动也是超过了3% 总体来说 现在的石油的底部 最近的那个底啊 就是 就是昨天晚上9月7号的底 要比9月2号的底更高 因此石油线的整体走势 依然也是反弹向上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今天使用的是 两小时的图形 这个通道线来看的话呢 现在可以考虑的价格 是在45块7毛5的价格 挂单买入 卖出单则设定在 45块跌破之后 在44块9毛5的价格 挂单买出 最后来看一下黄金方面 我们知道的黄金 是昨天晚上最耀眼的明星 一度冲破阻力线之后呢 上涨超过20美元 这也创下了 继英国投票公投 要离开欧盟之后 单天涨幅最大的一天 目前呢 黄金价格在1353的价格 连冲两次没有冲上 出现了短暂的回调 因此我们就把今天的买入单 暂时激进式买入 依然是挂在1353左右 一旦冲上的话呢 还有可能会继续上扬 那么相对来说 如果你保守一些的话呢 买入单可以再往上挂 挂在呢 在这个1300 刚才说到的是1355 那么在1360左右的话呢 依然可以选择挂单买入 那么如果呢 它要往下跌的话呢 今天可以考虑的是 一旦跌破了1347价格呢 那很有可能它将会再次前往 昨天上涨之前的支撑价 1334附近 所以我们的挂单卖出 可以设定在47 1347 那么最后 投资者今天需要注意的事件呢 在今天晚上 这个 那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呢 美国方面并没有太大的消息 但是呢 英国和加拿大将会有 比较重大的消息 尤其呢 是英国晚上啊 澳洲时间呢 大约16点半的时候 英国会发布他们的制造业 产出数据 另外呢 到了晚上 是澳洲时间12点 国内时间10点钟的时候呢 加拿大央行将会发布 家园最新的利率 因此 今天晚上对于英镑和家园来说 将会有剧烈的波动 投资者呢 需要小心谨慎对待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